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三国 11月3日在西太平洋举行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 堪称日本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军演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名为利剑的军演共有来自三国57000名士兵参与 远超过2016年11000名军人的规模 根据了解今年演习是加拿大皇家海军第一次派遣两艘军舰参与 而在这次演习项目中 包括空战模拟、两棋登陆以及弹道飞弹防御操练 日本这回出动47000名部队 占日本自卫队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 美国之音指出虽然美朝关系目前大为改善 中日关系近来也出现许多正面迹象 但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扩张持续不断 以及美中关系日益恶化 都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 为了制衡中国 日本陆上自卫队11月1号也和印度陆军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根据日本实施通信 日印共同演习将持续到11月13日 演习内容包括处理爆裂物、营救人质 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兼部公关室的说法 这是日本第一次和外国共同演练对抗恐怖攻击 虽然内容以对抗恐怖攻击为主 但日本NHK指出 随着中国近来积极推广一带一路 并开始把军事影响力扩散到印度洋 日本和印度可能也希望透过这次演习 展现两国友好 一级达成共识 联手制衡中国的海洋霸权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佑佳整理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